实际上讲 根本就没有生死 学佛的人 首先要承认 这个概念 确实没有生死 生死是什么 是身体 身体不生活 这个一定要知道 身体是我所有的 不生活 像衣服一样 这衣服是我所有的 它要脏了 坏了 我错了换一件新的 身体也是一样 用个七八十年 老了不好用了 不灵光了 换一个身体 你真正了解生死的真相 你对于生死 一丝毫恐怖都没有 人生是离开身体 在这个身体 就像脱衣服穿衣服一样 没有苦啊 把身体看作自己 离开那很痛苦啊 这个在平常 要好好的去养 养成这个概念 真正到生死的时候 它没有痛苦 没有留念 这样换身体 会换一个比现在 更好的身体 如果生死很苦 再换个人身体 随便拿个身体 都去换一个 说不定就换成出生生 换成恶鬼神 越换越差了 头脑清楚的人 越换越好啊 迷惑的人越换越差了 所换的身体 还不是自己 这个一定要是 的 感谢观看